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周琦和刘传星的事情 首先我想说的是 恭喜周琦和刘传星 由衷的高兴 终于有本土球员愿意出去打比赛了 虽然有时候是被迫的 但不管怎样 能走出去就是好事 想想我们已经有多久 没有本土球员加盟国外主流联赛了 首先我们聊聊 为什么周琦宁愿放弃在新疆的顶心 也要自降身价去澳洲打球 这件事情对于新疆和周琦自己 都是两败俱伤的 周琦和新疆的合同期满后 希望回辽宁打球 但是CBA有一项规定 只要原球队愿意出顶心 就有优先续约权 所以周琦是肯定回不去的 很明显这项规定是保护了俱乐部的利益 但是没有顾及球员的利益 外面其实就此事件 到底是新疆队的问题 还是周琦的问题 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在此就不过多讨论吧 周琦加盟墨尔本凤凰队的年薪 折合人民币是400万 这在NBA联赛中算是天价了 他和球队签了两年的合同 第二年是有球员选项的 也就是说看他自己意愿 有一说一 就这一点来说 就比咱们联赛灵活很多啊 当然周琦过去之后 教练会将他作为绝对核心 并围绕他布置战术 肯定是巨星一般的待遇 如果他能在NBA打出名堂 那么重回NBA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中国男篮近几年离世界越来越远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走出去的球员太少 日本男篮能不断进步 归功于他们有非常多 在海外打球的球员 其中巴村雷已经是绝对主力 渡边熊泰主力轮换 马场熊大也是NBA的主力轮换 回想我们的黄金一代 也是在海外不断历练自己 才成就了中国男篮 就算是移动长城都不在CBA的赛季 联赛还是很火爆 所以网上所说的 他们这一走是CBA人才流失 这种说法我是不认同的 我们再来看看澳洲的NBA联赛 首先这个联赛的水平是要比CBA要高不少的 当然它不如NBA 澳大利亚男篮的实力是勇不共睹的 东京奥运会上 澳大利亚队中有四名球员来自NBL 并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男篮同牌 2017年亚洲杯 澳大利亚队六战全胜 场均晋胜28.8分夺冠 阵中的球员全部来自NBL NBL是澳大利亚的顶级职业篮球联赛 目前联盟中有十支球队 咱们之前的国手白衣剑克正武 不是也加盟过墨尔本老虎队吗 也就是现在的墨尔本联合队 马场雄大也是在墨尔本联合队 上赛季也帮助墨尔本联合队夺冠 这个联赛创立于1979年 如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NBL赛季从每年10月到第二年4月之间进行 周期加盟的墨尔本凤凰队 是2018年9月才加入的NBL 可以说是一支新军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 也是维多利亚首府 因为同城有两支职业队共享一个球馆 篮球氛围非常浓厚 上个赛季凤凰队19胜17赋 排名第四成绩还不错吧 之前一直有传闻说NBL的对抗强度很高 是与非把接轨的 但是凤凰队主教练米切尔却否定了这个说法 米切尔在接受洋溢砍球记者的采访中透露 NBL的对抗性其实不高 中国球迷可能高估了NBL的对抗性 最近几年NBL打得更像NBA了 现在裁判在解读对抗行为的时候 要严格很多 他们的吹阀跟之前不一样了 我们打的是空间型篮球 他可以在我们为他创造的空间里 很好地运用他的身高臂展和技术特点 这可能是教练的客套话 一切只是猜测 还是看了比赛再说吧 2018年 广东队用五换二的交易将苏伟带回球队 其中送出去了就有刘川新 广东与青岛的这笔交易 也成为了当年CBA交易人数最多的一笔交易 广东队换了苏伟回来 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对付韩德军的 这位辅将为广东带来了三连贯 再来看看被送出去的刘川新 经过三年的锻炼 现在已经成为CBA一流中锋 还入选了国家队 总的说来 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 如今刘川新和青岛的合同到期 刘川新当然要重新找工作了 是续约还是跳槽呢 钱多 事少 离家近 这是一般人找工作的三个准则 可是青岛队一条都满足不了 如果他继续留在青岛队 那么他想拿到顶心就要到29岁了 这显然是他无法接受的 加盟布里斯班子弹队 如果能打出身价 无论是留在NBL还是重回CBA 他都可以很快签下一份大合同 这也是他的真实诉求和长远目标 刘川新加盟布里斯班子弹队的身份 是特线球员 什么是特线球员呢 简单来说就是亚洲外援 根据规定 SRP球员可算作本土球员 但领着外援的工资 却不占用外援名额 而且其工资不计入工资帽 目的是吸引亚洲球员加入 提升NBL联赛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上海南篮的两位球员 王瞳和颜鹏 也曾经在布里斯班子弹队效力过 但基本没有上场机会 布里斯班子弹队拿过三次NBL的总冠军 但近几个赛季成绩不算太好 特别一提的是 刘川新签约后 子弹队阵中目前有四名中锋 他在整个NBL中身高是最高的 我个人感觉他打个轮换还是没问题 可能更多的是学习和锻炼吧 还是祝福刘川新能在澳洲打出名趟 周琪这一走或许是好的开始 我们已经有太久没有看到两位中国球员 在国外的球队同场竞技了吧 待在CBA闭门造车 永远不可能突破 去国外打球 看上去很美好 但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有多难 当周琪选择再一次走出去 他似乎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告诉大家 他正在改变自己 这是一次美好的尝试 我支持更多的人走出去 还是衷心祝福周琪和流传星吧 希望他们都能在NBL打出一片天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您觉得视频内容还不错 别忘了帮我点个赞 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